股Compate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 PTOM是销售有荧幕的跑步机与室内脚踏车 搭配订阅制课程 净利率连年提升 近期净利率为5.6% 公司转亏为银开始获利 近期Roway 9.2% 营收每年连续增长 近期营收增长率为61.8% 惊人的成长性 近期EPS为0.74 存货增加 但存货周转天数减少 美股自由现金流增加 市场消息 在第二财季 收入比同期增长128%至10.65亿美元 美股收益为0.18美元 两项结果均超出华尔街的预期 管理层提高了对2021财年全年的展望 他现在预计收入为40.75亿美元或更多 比同期增长至少126% 现在他预测联网健身订阅将增长至少109% 达到227.5万或更多 这比先前的217万美元的指导要高 冠状病毒已加快了 包括Peloton在内的许多股票收入增长 但投资者想知道大流行结束时会发生什么 长期增长能继续吗 股价长期向上 近期股价下跌震荡 股Kunpit建议 转亏未赢的公司搭配惊人营收成长 目前担心点是疫情改善后 付费订阅者是否会大幅减少 持续观察存货数字 如果持续上升降将不乐观 如有反弹可少量试试